Hello 大家好 我是Carmen 今天想跟大家介紹這個LED Mask 它是甚麼來的? 這是韓國推出的 Dexin 這個品牌其實都推出很多美容產品 這個就是現在最時流、最流行的 就是一個很冷的方法去做美容 刺激皮膚的膠原 令它增生得快些 所以就想開箱給大家看看 這個機器是怎樣的 之前我們都在我們的網站 都擺放了 還有我們上次做Live 都有介紹過這個機器 收到很多客人都問 這個機器的用法 其實是想深入了解是怎樣的 所以這次就特意開箱給大家看看 這個產品是怎樣的 用途是怎樣的 首先開箱你會看到有一個袋子 它是很細心的 這個是可以讓你安裝一個面膜 不用每次都要用盒子安裝著 這個面膜就是這樣的 現在可以先講一下用途 你看到面膜 其實就很簡單 這樣看 它的LED燈是在的 其實這個技術都發展了很多年 在美容上都用了這個技術很久 可能有些人都沒有試過 也可以說多一點 LED其實分了很多顏色的光 利用不同的光能源去幫皮膚做一些不同的效果 這個機器只有兩種光 就是紅光、藍光 紅光是有什麼作用呢 主要是刺激皮膚底層的膠原 令它增生得快些 膠原多了 其實大家兩人都知道 膠原刺激得多了 增生得快了 其實令到你皮膚的彈性會好些 Firm 些 LED燈可以照射在底層 令它加快新層代謝 刺激回循環 令膠原更快 再生得 另外藍燈是有什麼作用呢 藍燈是用來做一些舒緩的 譬如有些人未爆微絲血管 或者有些人有玫瑰座瘡 在鼻子的位置有點紅 或者有些很敏感的人的皮膚 就很適合藍燈的 其實藍燈有些人以為有美白效果 其實是因為令到微絲血管 收縮一些 令到它看起來會白淨很多 所以會有一些美白的效果 其實它主要是舒緩的 現在我會戴給大家看 你看看是怎樣 它很簡單的 它有一個按鈕 按著它 你看到 不過又有一點沒有電 按著它 其實它很細心 因為它怕你戴了之後 那我自己怎樣教 其實就是這樣 很簡單 哎呀 先鬆了一點 戴著了 那這裡有一個 看到我已經戴了燈嗎 對 因為我還未調好帶 其實你跟著自己的頭型 調整那個鬆緊度 其實你有沒有知道 這隻駕駛人命 這個是一個 不好意思 我調錯了一個方向 那是一個 怎麼說 我覺得是一個懶人 美容的方便 你可以看一下這裡 它有紅光 五 五 你可以看到十分鐘 其實建議每天照十分鐘 你不會覺得有熱的感覺 或者令到你很滾 沒有的 沒有任何感覺 是利用光源 幫你做一個皮膚更新 再新的 另外你想轉藍燈 就是這樣 轉藍燈 按鈕 五分鐘 都是一樣 十分鐘 還有它有一個混合的Auto 它做完紅光之後 就做藍光 你就可以跟著自己的需要 去這樣做 去轉 這樣 每天做十分鐘 你可以看自己的皮膚彈性 效果 這些燈就在這裡 還有它有這顆東西 是讓你頂著下巴 這顆東西是頂著 你剛好做到 剛好很舒服 這些全部軟膠 你又不會覺得很硬 很辛苦 為何說可以冷方便去美容 就是你帶著它 你可以繼續做你自己的事 你可以在這裡帶著 繼續看電視 因為你可以看到 可以繼續看電視 或者你是做家務 做其他事情 玩電話 你都可以繼續 都是那一句 做Facial 通常敷衣 你會很貪心 想做很多事情 但是你想做好效果 當然要躺在這裡 放鬆著 這樣去敷衣 你是當它一個面膜 這樣敷衣 還有你平時 你要皮膚的狀態 怎樣去做 就是你洗完面 一定要洗乾淨面 因為現在我試 還有上鏡 還有化妝品 其實就是錯誤的示範 其實在家裡 你一定要先下妝 就要塗上 做正常的皮膚護理 才做這個面膜 洗完面 拍上掃膚水 眼的 你塗上眼精華 眼霜 臉都是 塗上眼精華 做正常 你平時每晚做的護膚程序之後 就將它帶著照 也有人問 其實在外面的美容院 會敷著一些 paper mask 去照LED 有些美容院都會這樣做的 你問行不行呢 其實是可以的 因為它不是因為 要直接觸碰你的皮膚 而去做這件事 它是利用光的 其實如果你敷著 paper mask 去再敷這個電子 mask 在面上是可以的 是的 這個我就覺得很方便 今天的推介就是給大家 如果你們對這個產品 都有些使用上的疑問 或者什麼 是歡迎大家去WhatsApp我們 今天就先介紹到這裡 如果有興趣 就可以上我們的Midpom Model 購買的 多謝了 拜拜